是我的這次進選辦公室的政策總顧問李鴻源前部長 找來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當政策總顧問台北市長候選人黃珊珊 拋出都市再審議題 當二兵完工之後 所有的兵葬的量能都能夠cover 台北市所有的需求的時候 一兵在明年我們將會 原來就編了預算將要拆除 還有未在民權東路上的第一兵儀館 黃珊珊也打算要簽建幹綠地 但卻反被藍銀酸是公園山 顯然黃珊珊根本沒有到地方去跟居民 去跟李鴻做充分的溝通討論 就只有說要做公園 公園是一個非常非常廉價的政策 黃珊珊恐怕最後也只會淪為公園山 藍銀議員候選人 小金們聯合痛批黃珊珊提出的是廉價政策 因為一兵雖然占地有1.6公頃 但過個馬路早就有6.8公頃的榮興花園 那為什麼還要在這邊浪費一塊土地來做公園呢 藍銀批評政策不切實際 黃珊珊也反擊 我講的從頭到尾都是先綠地休養生息 請問你現在蓋什麼 誰敢現在就去使用 但是旁邊已經有公園了 所以它作為公園的機率不大了 但是要做什麼 需要公民參與 需要城市規劃 澄清蓋綠地只是暫時 但一兵位在中山區 除了是對手蔣萬安立為選區的本命區 也被視為綠營票倉 黃珊珊喊差 也有向藍綠叫正以位 暫時新聞週關於蔡君錡 SNG小組 台北報導 黃珊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